大家好,歡迎來到米高電玩大本營,我是Michael 即將來到的2025 年會有非常多備受期待的遊戲推出 雖然任天堂的新主機亦很大可能會推出 令遊戲名單增加變數 但仍然無損這些遊戲的吸引力 未來 2025 年我就選了一些心水的遊戲推介 大家一定要留意 講以內容之前,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Like and Share,以及記得按鈴鐺 米高電玩大本營需要有你的支持 自由戰爭 Remastered 遊戲早在2014年的PS Reader平台推出 复刻版將會支援高解像度 還會調整部分遊戲系統 例如可以作難度調整 而PS5 和 Steam 版本就會對應 4K 解像度 除了 Switch 之外的版本都會支援每秒60格 美德傳奇 F 遊戲早在2010年的PS 3 推出 复刻版帶來更漂亮的畫面呈現之外 還將會新增自動保存 跳過等等各種便利的功能 此外亦會收錄很多過去作為DLC發佈的內容 玩家將操控原創的主角 以第一身的視覺經歷三角的故事 本作登場的無雙武將人數預計為47個 比起之前八代的94位無雙武將 又是時代的曲限性 人數減低了一半 故事內容就在黃金之亂講到赤壁之戰 試玩版推出後玩家都大致上是好評 大讚戰鬥的打擊感大幅進化 場面亦做得非常有氣勢 大家都非常看好這款作品 故事講述因為海難喪失記憶的真島五郎 為了找回記憶的線索 與島上的少年諾亞一起向趕復的海洋出航 面對著虎視眈眈的海盜 火藥味一足即化 遊戲有兩種全新的戰鬥風格 與人龍七外轉一樣 戰鬥方面這次仍然是以動作遊戲的玩法 除了極具出道感的狂犬風格外 還有用彎刀及工具的海盜戰鬥風格 今次還特別加入了海上的戰鬥 有類似刺客教條黑旗內的船戰玩法 在遊戲中玩家扮演隸屬非鳥隊的獵人角色 目的就是找回失蹤的探險隊 遊戲能夠單人玩 以及與NPC獵人一起狩獵 不過在公測版中 玩家就遇到效能問題 尤其是PC版更出現圖形崩潰問題 看來要有理想的表現 就要想想是否要升級主機或電腦 這款遊戲是為Konami代表性原創RPG系列的第一部作品 以中國古典小說水虎轉為原型 遊戲中要收集108位的夥伴 以及描述家人、夥伴之間基本的感人故事 受到全世界玩家的好評 今次高稱復刻版 除了擁有更清晰的圖像 亦都強化了畫面的特效 勝任質素對比原版亦有極大的提升 同時加入了環境音效 二刀神劍X終極版 遊戲本來是2015年WiiU的專用遊戲 今次終於在Switch推出終極版 除了畫面有作出修正 更修錄了WiiU版沒有的全新故事 而當時需要付款的新增內容 今次亦都完全修錄 優米亞的練金攻防 最易知練金術士與幻創之地 遊戲是練金攻防系列第26部正傳角色扮演作品 本作主要要素與練金攻防系列相同 主要是三種即採集、調合和戰鬥 今次更可以在原野上製作道具 或者隨心所欲地建造具點 而今集的主角眼值仍然是非常高 更帶了一些成熟的穩味 KT 廠果然非常了解玩家的需要 美感和新鮮感同時兼顧 實在值得一讚 Insoe 這是一款生活模擬類遊戲 透過必真畫面和細緻模擬系統 提升玩家的沉浸感 呈現出各種意想不到的情景和豐富的生活故事 遊戲中有豐富的自定功能 甚至可以使用遊戲中的AI 創造出不同的物件 遊戲亦有非常大的自由度 可以容許你裏面做好人或壞人 當然犯罪的話 遊戲中是會有警察制止你 角色甚至會死亡變成靈魂 完全演繹自己的模擬人生 俄狼傳說City of the Wolves 這作可以追溯到1999年的俄狼Mark of the Wolves 這款算是世價26年的續作作品 新的Reverse系統可以發動各種特殊攻擊 這個系列的歷代系統亦得以繼承 組合攻擊、即時防禦、中短、迴避攻擊、假動作等等 光羽影33號遠征隊 遊戲採用虛幻引擎5來開發 故事趕術女畫師Guymo 每次睡醒都會在巨石上畫想被詛咒的數字 這個年齡的每個人都會灰飛厭滅 明天他就會睡醒畫上33 為了阻止更多人死亡 遠征隊33為了拯救世界 將出發討伐繪母 帶領人類脫離死亡的恐懼 時間女者重新曝光 替Konami開發尋物之優異重製版的Blue Bird Team 將推出這款原創經歷作品 玩家將要回到過去 找到即將面對災難死亡前的關鍵人物 利用全能收穫者 你能夠抽取他們的精神 令他們陪伴你回到未來 然後玩家將面對蛋身至災變後殘餘下來的人類 利用強大火力和策略突破難關 《死亡擱淺2》 遊戲製作人小島壽夫再次展現他的鬼才 在這次續作《死亡擱淺2》冥攤之上 主角珊姆將與其同伴再次搭上新的旅程 找UCA以外的人類聯繫 拯救人類免於滅絕 而今次沙姆將加入雲間組織吊橋的行列 以及穿越超自然敵人橫行和障礙重重的世界 故事的時間線就是發生在對馬戰鬼事件300多年後的北海道 遊戲的畫面進一步強化 遊戲廠方目標就是打造更具真實感的世界 例如更趕伏的視線設計 讓玩家能夠遠望整個環境 遊戲亦會重現天空夜景和極光效果 風吹草動的物理亦會更加逼陣 GTA 第六集 Rodestar Gaps 在去年12月首度揭露了GTA 6的首部預告影片 是久違了10年的GTA系列的本傳最新作 將以佛羅里達州買阿密為藍本 而最近遊戲廠方亦逐步設出遊戲的新截圖 令到2025年推出的可能性亦大大增加 小小夢魘第三集 遊戲是2017年問世後大受好評系列最新作 描寫全新登場的小朋友拍檔 在螺旋世界冒險故事 會用獨特道具、板手和弓箭來克服難關 除了系列的一貫和AI一起過版的單人玩法外 還手度加入雙人連線的合作玩法 銀河戰士究極4 穿越未知 遊戲的特色就是沿用第一身試過 今集亦是系列最新作 亦是繼2007年發售在V平台上的系列作 9為18年後的第四款作品 潛龍蝶影Delta 色蛇者 作為一款重製版遊戲 遊戲畫面將會有更多細節的描寫 例如污漬和戰鬥損傷的模擬 跌下來樹葉會貼在衣服上 泥土會留下污漬 角色受傷時會留下傷痕和子彈洞 這些都會根據遊戲的進行即時呈現 操作方面 現在可以在蹲下或瞄準武器時移動 令到現代玩家更加容易上手 遊戲背景設定在人和寶可夢共存的城市 正進行都市再開發的密亞雷史 位於神奇寶貝XY第六世代的卡洛斯地區 雖然現在還未公佈遊戲畫面 但預期遊戲將會採用和寶可夢傳說 亞爾宙斯相同的開放世界系統 詳情可能要等遊戲廠方公佈更多細節 過去符文工廠系列主要以西方大陸為舞台 而今集將以東方角度東角為背景 展開全新故事 喪失記憶的主角身為大地舞者 背負主席由舞的力量拯救世界的使命 為了保護東角居民的生活 和恢復逐漸消失的大自然 踏上沉迷失落神明的冒險之旅 英雄傳說空之軌跡重製版 遊戲將以高畫質的3D繪圖 重現昔日的冒險舞台 由原野到城鎮間 將採用無縫銜接的技術 玩家可以善用角色華麗戰技和屬性魔法 享受根據戰略性的戰鬥體驗 以上的2025年遊戲心水推介 希望大家喜歡